汽车用车证标价近期上扬 这一周成价写下了多年来的新高 不少买家转向二手车的市场 受访业者指出 过去几天前来询问的顾客增加多达五成 目前二手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来看记者黄康伟的报道 30岁的林瑞敏同丈夫 打算购买首辆汽车方便出行 让他们在疫情下减少使用公共交通 这家业者发现 过去三个月来销售的二手车 比前个季度多出两倍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其实市场的问题是我们不够supply 就是不够人想要卖车 他们就看到说 那个COE的价格已经不断地旁高 我现在就不想要卖车 因为我卖了这辆车的话 我买一辆车也会更贵 新加坡汽车出入口商协会指出 今年有不少已更新的拥车证到期 因此会有更多拥车证回流到市场 进而减少二手车的需求 也是要看那些到十年的这些车子 但是如果他们呢 就是又去延迟那个拥车证呢 那个拥车证就会导致紧张的情况 又再出现 数据显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每个月平均有八千多辆二手车一主 而这在上个月增加到了9173辆 是过去15个月来的新高 因此业者预计 随着拥车证价格居高不下 这将带动二手车市场的买期 新传媒新闻记者黄康伟报道